我们刚刚提到说 现在全球的疫情 其实都在缓缓的往下 但是就只有台湾一直不断的往上 看到刚刚也提到 今天新增了85,720例 那么其中的增加237例的中重症 这个部分是创下了新高 而且大家非常关注的是 又增加了49人死亡 其中还有30多岁人死亡 年轻人轻壮年死亡的有三位 算一算 台湾新冠致死率呢 大约是千分之0.41 昨天的数据是0.4 今年又多了一些到0.41了 中重症的部分 昨天是79% 今年又增加了到80% 也就是说100个当中有80个 其实就是状况不是很好 就过世了 那防疫学会理事长王润显就说了 现在Omicron的致死率呢 全国国际来看 国际是千分之0.3 那所谓的这个0.3 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就是国外是药品够 然后呢疫苗也打得够 还有医疗量能也够的情况之下 控制在这个 Omicron的致死率是在千分之三 但是来看到陈时中现在说的是什么呢 陈时中呢是要把这个致死率目标 要设在千分之一 比这个国际的千分之0.3还要多哦 他的目标是设在千分之一哦 这是远高于全球平均的水准 所以呢陈时中这个话 等于是打了蔡英文总统的一巴掌 因为总统就有宣誓啊 说台湾追求的是要减灾 目标是重症要清零 但是今天是520那两个 结果呢看到陈时中他居然说 目标是设在千分之一 这个部分会不会太松了一点 因为国际是千分之0.3 这个陈时中他一直用亚洲 已经发生了个案啊 然后他说比较好的情况是纽西兰 跟新加坡嘛 纽西兰是万分之五哦 他就是在这千分之0.5 千分之0.5 因为那个我们那个 王岸前理事长他是讲 Omicron而已啦 那纽西兰是全部累积啦 全部累积 全部累积人家只有万分之0.5 他是包括Alpha跟Delta 那新加坡大概是万分之 千分之0.7啦 人家也是全部累加 那你如果要全部累加 那你用千分之一 韩国就是 韩国就是万分之15 那你是要跟韩国看齐吗 万分之15就是千分之1.5 对 可是这个就是在那个 範园那边啦 可是我不知道程中为什么会低那么高 你不是说说要以纽西兰新加坡为师吗 那你为什么突然之间 而且蔡英文是怎么说的 她说重症清零 对 现在没有心灵啦 我们现在重症的死亡率是80% 是啊没有错啊 小英的意思是希望重症 尽量不要有重症 尽量不要有重症 那实际上都死光就不会有重症 都死 这太可怕了 所以 所以 所以就是 她现在已经完全 把小英定的那几个战略的目标 全部都退翻了 她说轻症减灾嘛 重症清零嘛 她到底有没有选台北市长 我不知道啊 这个 其实让今天比昨天稍微减少 可能也是在做一些交代这样 因为实在很难想象 今天为什么会比较少 对 大家本来说今天520嘛 可能会破10万嘛 但今天看起来就是8万5千多 但会不会就是有一些code啊 是加到明天去 这个我们明天再来看一下 是不是她的这个算 就计算的模式不一样 而且淑峰我跟你讲啊 像今天那三位30几岁 对 广生的啊 她这边都有加注迹啦 我觉得她们都是这样解释啦 她就说其中一个呢 是神经系统疾病 然后她是呼吸衰竭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也是神经系统疾病 呼吸衰竭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 慢性肾脏病 然后是什么 肺水肿呼吸衰竭 都这样 都说她们是有慢性病嘛 然后没有打疫苗嘛 所以现在的这个焦点都放在说 因为她们就是没有打疫苗 然后呢又有慢性病 所以呢才会衰竭 所以就是现在目前 就是把它归咎为说 你就是没有打疫苗 要大家赶快去打疫苗嘛 好 我们来看到 包含了台大前感染科医师林氏璧就说 她说如果整体能够控制在万分之25 也就是千分之2.5的话 其实她觉得就不错了 因为依照这个数据来分析 这是林氏璧他的分析 那另外台大工卫学院教授陈秀希说 台湾那4月28号到5月15号 70岁以上的通报死亡呢 是万分之52 这是高于万分之23.9的背景值 她说已经出现了超额死亡 淑芬啊 不好意思 淑芬啊 林氏璧那个数字你稍微算一下 万分之25就是1万个要死25个 那100万要死几个 这很可怕呢 100万是死2500个 那我们可能染疫的是480万 所以我们是要死1万人 拜托好不好 哪有人这样说 对 所以这个数据是她 这个怎么会不错呢 这很糟糕啦 怎么不错了 对 所以我们现在也是觉得很担心啊 这个现在数据 你要去算我们的人口2400万 我们如果是20%的人 阿众已经讲了啊 可能会感染率到20%啊 20%就是480万啊 那很高耶 本来就是啊 你要这样去算啊 刚刚亮哥帮我算了一下 这个死亡率 尤其是台大医师领钱 台大医师临时币算出来的 千分之2.5 算算真的是蛮可怕的 陈时中都说了千分之1 但是他算出来是千分之2.5 他怎么会这么算啊 我们累积到现在 今天为止死了1284个 1284 按照他那个算法 我们要死1万人 这差距也太大了 太糟糕啦 哪有人这样搞的 这个蔡英文还说要减灾啊 你这个是不是要垫高陈时中 让陈时中未来的 看起来做得很好 他是先打预防针吗 没有人这样打的啦 因为你算一算 感染人口20% 480万 这陈一下就知道了嘛 所以他到底用意是哪 是什么 我觉得太夸张了 太夸张了 这个 就是你如果要帮阿中啊 也不能这样帮法啦 你要根据实际的状况嘛 因为万分之25在亚洲国家 就已经非常严重了 因为我们讲韩国嘛 韩国在 因为韩国他是非常快就感染 30万60万这样啊 那他高峰的时候一天平均大概是300到350人 韩国啦 韩国人口是我们的两倍嘛 那韩国到最后整个死亡率也只有万分之17左右 1517 万分之17 对啊 所以你比他还严重那什么意思 万分之17是千分之1点 不千分之1就是1.6 1.7这样子 1.7而已嘛 对啊 那韩国因为人口是我们的两倍 那为什么他要这样算数我们会死亡率这么的高 就是 这太夸张了啦 因为韩国到最后产到什么程度啊 因为他一天死亡大概就是300到350 那他如果是这种数字那我 等于是除以二还要多呢 除以二我们就150啦 150到200一天死亡人数 那韩国是严重到最后那个死亡的人 病疫管还要排队 好我们来看那个陈时中怎么说 因为很多人都想说那如果我感染之后 是不是我就有免疫力啊 我就不会再感染的 但是其实目前看起来不是这样嘛 从去年前两年到现在 目前有400多人也是重复感染的 就是你之前感染过 那你这次遇到Omicron 你有可能再感染一次 所以是有可能会重复感染的 那另外他就说因为感染性很高 有点像是流感 每一年以后呢 可能会有不同的病毒株跟疫苗 这是不是 目前是不是顶点的契机 他说还要再观察两天 但是他说致死率会继续的往上走 现在目前刚刚讲到百分之 千分之0.41嘛 现在目前是千分之0.41 他说不希望超过千分之1 所以呢他算一算 恐怕还会有1900起的死亡 这是陈时中自己算的 当然跟这个陈时 林氏璧所算的这么多 差了蛮 这一万多是差的很多啦 那我要问一下这个大千 你怎么看 就是说现在目前的这个死亡率 这么的高 其实已经到了0.41了 而且尤其是重症的死亡率 已经到了8成 这个部分蔡英文他说要减灾 可是看起来目前好像也没有往下降啊 对就是先别提蔡英文先前讲的那段鬼话了 就是蔡英文告诉台湾人民说 那是无症状跟轻症大家都不用担心 那也是民进党告诉台湾人民说 没关系这就跟感冒一样 所以我刚才在讲 现在网路上最常看到的社群里头 出现的一句问话就是 谁说这像感冒一样的 一点都不像 因为事实上不幸染疫的这些朋友 他们其实症状都非常的这个不舒服 而且这个比感冒严重太多太多了 那么我们先讲一下那个死亡率 就是刚才亮哥讲到像韩国的死亡率 大概是千分之1到千分之1.5 看不同的时期来计算 这一波的Omicron大概到千分之1 然后到这个日本的死亡率更高 到千分之2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刚才这个亮哥有帮大家计算过 就通常这些国家在算死亡率的时候 它是整个这个COVID-19的历程 就整个新冠肺炎 从开始到现在的死亡率 也就是说世界上很多国家 都经历过Delta 台湾没有 就最严重的死亡 就是Delta的那一波攻击 全世界死伤惨重 我们没有经过Delta 我们只有从α到现在的Omicron 所以理论上来说 我们的死亡率没有理由要这么高 人家是经过了Delta 人家千分之1.5千分之2 我们是没有经过Delta 为什么我们还要千分之1 而且别人都有前居之鉴 我们应该是有很多的考古题可以看 可以知道说别人怎么做的 说实话 就是说我看到零势币的这个计算方式 我不是很认同的原因就是 零势币讲的这句话 它要告诉我们 它是要批评指挥中心防疫不力 还是要帮指挥中心打预防针 它的目的究竟是哪一个 如果它告诉我们说 整体能够控在万分之25就不错了 就千分之2.5 它的下一句是批指挥中心 说因为台湾的指挥中心太烂了 所以这种防疫的情况之下 我们能够守住千分之2.5就不错了 那这是一个答案 可是如果他现在放这个讯息出来 只是帮忙打了一针预防针 让台湾人民知道说 这个专业医生说死亡率到千分之2.5就不错了 所以给了民进党更大的弹性跟空间了 因此从现在我们才是千分之0.41 到千分之2.5还有很长的一段路 那这样子就等于是提高了 这个台湾人民的预期的标准 那某种程度来说 这就是帮民进党这个脱罪 就是帮指挥中心擦脂抹粉 那么这个陈时中说 现在是不是顶点 现在怎么会是顶点呢 什么时候是顶点 就是当你只要确诊 你就有可能可以得到抗病毒药物 当快塞羊我就认定你是确诊 这两个政策都能够推动下去的话 那个数字才是真实的数字 民进党现在始终不愿意 在这两个问题上松口 我认为他们就是为了美化数字 因为我拿不到抗病毒药物 那我去急诊室干嘛 我就自己关在家里 喝我买的清冠一号 或者是用我家的普拿藤就算了 清冠一号也买不到 对 所以因此你知道 当你没有办法投药的时候 民众就不会去就医 他不会去就医就没有这个数字 所以这个数字就是黑数 所以现在黑数非常的多 当然而且当你现在不愿意 告诉大家说我快塞羊 我就从全先认定 你就是确诊了 然后赶快进行投药 然后那民众就会想说 我还要去做PCR PCR要排队排这么久 结果也不晓什么时候才出来 我干脆不要去了 太麻烦了 所以我认为指挥中心 在这两个政策上持续刻意的拖延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你不希望让真实的数字 反映出来嘛 就今天我要告诉大家说 什么时候才到顶点 当这两个政策都推动了 只要染疫的人都去拿药了 都去就医了 然后快塞羊就认定是确诊了 那么这个时候反映出来的数字 那可能就是顶点 可是如果这两个政策 都没有推动跟落实下来 现在讲要讲顶点 我认为实在是言之过早了 好我们就来看到 台大儿童医院院长黄立民他说的 因为他说怎么样去守住 千分之一的致死率 有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扩大快塞羊确诊 刚刚大倩也讲了 适用对象立刻就投药 那我们现在状况可能就是 你快塞羊 你可能也没有办法及时拿到药 他现在只有三类人士快塞羊确诊 对所以我们现在也不见得 你马上可以拿到 就像刚刚大倩讲的 我可能如果确诊了 我快塞羊了 我就在家休息 那先有些目前的一些 常备药先来使用这样 那第二个他说 要减少是长照机构的灾情 这个部分其实蛮严重的 因为通常长照机构就是 一个重可能全部就重了 然后呢全部就塞进了医院之后 尤其他们年纪都比较大 都需要住院去治疗 那一塞进了医院之后呢 他的整个医疗量 可能就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另外呢他有提到说 怎么样去守住千分之夜的致死率 第三个是要符合第四季的接种者 赶快提升接种率 这个部分就说希望大家 就说因为我们可能前面两季中 比如像我自己的话前面两季可能是AZ 可能对于Omicron好像 他的防御率就没有那么的高 那所以呢对于这个符合第四季接种 赶快来接种 杨敏你怎么看就说 这个千分之目前的死亡率是千分之0.41 但是呢 陈时中说希望守住1 那现在到底该怎么办 我们先看这个 今天的这个本土病例叫做 增加85,720嘛 你看刚好5月20号他有520三个数字 那把这把这三个数字拿掉剩下什么 剩下87 这个数字真的原来是有含义的 然后呢在绿营的支持者会把它解读成 霸气 霸气跟霸气的520 但是呢在这些染疫的这些 就只能给这个政府叫87分不能再高了 不能再高了 87分还很高 还很高太高了 这个这个数分不是网路上讲87分 是有他的意思 有一把意思 对是用那个谐音来去来去讲这个 然后我们就问一下网友 对他的满分可能是1000分 网友觉得是霸气还是87 可以在我们聊点室来这个回应一下 对这个是一个算是一个巧合 因为刚好今天就是5月20号嘛 总统的这个就职周年嘛 好那其实讲到这个死亡率 其实我最近这一段时间 我都有在追踪这个数字 今天我们要先看一个数字 有一个数字它动了 就是轻症跟无症状的比例 前面维持很长一段时间就是99.79 今天减少了0.01% 变成99.78 老婆我们可以回到刚刚那一张来看一下 变到99.78 对就是这个 然后呢中症跟重症 合计呢 原本的中症是0.16 现在变成0.17 然后呢重症呢 在半个月以前是0.03 现在是0.05 这个表这表示什么 中重症的比率正在微幅的增加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警讯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警讯 我们从两年前的整体疫情的死亡率 是千分之1.1 所以陈时中讲的这个守住千分之1 就是说希望能够压到千分之1 是从整体来看 就是整体 因为其实去年的那个三级警戒期间的死亡率非常高 那已经是用百分之多少来计算 百分之零点多来计算的 所以它那个时候的比率是很高的 可是呢 这一波其实以现在你说这个千分之零点是 比两个礼拜前苏贞昌讲的 那时候是千分之零点一啊 那时候是万分之一啊 现在已经变到 已经是两个 也不过才两个礼拜哦 整个Omicron的死亡率 暴增了大概三到四倍 为什么会这样 这都是我刚刚讲的这些数据 全部能解读的 叫做什么 医疗量能有状况了 这就是一个警报警讯 而我们的这个指挥中心只告诉大家 我们空床很多 医疗量能没有问题 给要给的很顺 大家都没有问题 今天还特别提供了 这个空床数的统计数据出来给大家看 对但是 你知道空床 床放在那边 告诉你床不会自己照顾病人 好就好比我们今天餐厅 一家餐厅 我有十个桌子 每个桌子可以坐两个人 最高可以坐20人对不对 好有十个 原本是满桌 好原本20张椅子都坐满的 现在有十个客人离开 我理论上还可以坐十个对不对 这个叫空桌率 我有五成 但是如果我没有人手去收他桌面上的餐盘 我有没有办法换接新的客人 没有厨师 没有外场人员 就是我没有外场服务人员 我能力不够的时候 这个餐厅他没有办法 那个叫翻桌率 你只给空床率 你不给我们人手去翻桌 去翻床 去整理 所以没有意义啊 所以今天有人就整理出来嘛 你看几个月前 那个专责病床三千多床 现在变到一万两千多床 但是我们的医护人员 能力有增加到四倍吗 没有 所以这些数字哦 完全就是指挥中心在 这个叫什么 粉饰太平 如果今天都只看数据 你会觉得 哇明明空床还有那么多啊 是你们自己生病 自己没有去求医吧 怪给这些基层的人民 都去怪人民 指挥中心都不会有错 医院都不会有错 医疗 我讲医疗基层的医护人员 现在已经是濒临崩溃了 我必须要讲 这一段时间最辛苦 医护人员 可是我们的这个指挥中心也好 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蔡总统 我们的行政院长苏仁昌 这些高官 有没有把所谓的 比如说我们今天 我们就举这个乌俄战争 乌克兰在这个战争 发生的第一时间 下的第一道命令是什么 18到65岁的男性不准出国 全部留下来 全部要开始准备上战场了 我们现在 我们不要讲 现在已经在诊所里面 或在医院里面医护 而且还不断流失 因为有人会确诊 确诊要隔离 现在变成确诊 也假装没确诊 继续服务 有些是说你不要验 你就不会确诊 你就继续照顾 然后你确诊了 没关系 你确诊了跟这个 照顾专责病房 他们都是确诊了 你没关系 好所以现在我们是已经 overload 这基层的医护 能力没有增加 他只用原本的 就是这个小圈圈 不断的要他们继续 拿起精神来 但是理论上是要扩大 整个医护的团队的 我们指挥中心做到多少 这一块才是我们现阶段 更 接下来这几天 你知道我还统计了一个数字 其实更让大家害怕 什么样的数字 是从5月8号到5月17号往生的 这49人 也就是说最近的 今天5月20号 今天公布的死亡病例 最近的是5月17号过世 有21例 占了43% 5月16号往生的有12例 是占了24.5% 5月15号以前 往生的有 总共加起来大概16例 大概占了三分之一 这代表什么意思 我们现在公布的死亡个案 都是落后指标 这就是为什么前几天会有议员 拿这个所谓的火化 火化数字说 怎么都不拢 因为我们现在公布都是三天 至少三天以前的 最快的也都是三天以前 你知道今天有一个5月8号 隔了12天才公布 5月8号到现在才公布出来 快两个礼拜了 今天才把它列入这个 死亡个案里面 5月10号的有三例 5月11号的一例 5月12号的一例 5月13号的两例 就是这样啊 你以为 这个死亡个案理论上 我们的想象 应该都是昨天以前嘛 对不对 但我们的行政效率 有这么的慢 这个速度统计这么的慢吗 我不知道是 故意要让这个速度 让它比较慢一点 还是说因为行政能力也不足 就是说因为死亡 需要一个认定的过程 需要报什么要做什么系统怎么样 所以他们的速度呢 每天就只能做多少力 要认定等等的 有很繁复的手续 所以可能除了医护人员 能力不足之外 这些行政人员的人力 也是濒临一个崩溃的情况 当然 其实现在整个基层 你知道如果今天假设 这8万5千多例 我们用一个人 对100个人 我们假设一个行政人员 要对100个确诊者 我们这样来服务 一天新增的 就是要增加 就是说要800 850多人才有办法应付嘛 对不对 全部 可是呢 这是每天新增 这是每天新增 我还有之前累积的 你根本应付不来啊 对我每天累积的 我还要继续服务 所以我现在所有第一线的 全部都是崩溃的状态 可是我们的指挥中心 我们的那几位 每天坐在上面3到5人 他们有服务多少人 他们没有 他们就只要把这个 每天下午2点的记者会 把数字爆出来 然后说一些这个 很让人觉得奇奇怪怪的 一些语言 待会我们来看看 他们又今天讲的哪一些金句 这金句也蛮多的 这样子 对所以这个我就觉得说 这个重点就是 现在的死亡数字 大家都只先参考一下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落后指标 明天可能还会更多 往往水层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它能够真的帮助你 做好环境跟物品的新销 那像我们中天呢 全天摄影棚呢 都是不停的以水层物化器 来喷这个水层 保持整个空气的安全 那随时喷的话呢 水层水手喷 这个部分也非常适合 去哪里买呢 都可以到快点go